大家好 哈囉 我是小姐 小姐 雅琳哥 十八歲生日快樂 雅琳哥 十八歲生日快樂 十八歲生日快樂 雅琳哥 十八歲生日快樂 聽聽聽聽 各位觀眾 歡迎大家來參加 十八歲的生日 我們沒有霸凌他喔 這是德國的習俗對不對 十八歲一定要這樣子玩 成年禮是不是 我想說有一些玩得有點太開心了 剛剛這個有一點 對 但是這個在德國 真的是一個成年 這個一個滿十八歲的成年 就是很多地方他們會 正常開一個派對 但是有一些地方 比較特別的一個成年 然後他們會剛剛跟你們一樣 把雞蛋丟到我們身上 對 還有羽毛 還有羽毛 對 然後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覺得 十八歲是我們現在變成大任的 對 那這樣跟季一樣 從那個雞蛋出來 所以我們生產 我們生產還有那種就是 柯啊 還有羽毛 所以我們會這樣子 然後那個生日的人 也不能保養 因為這是一個傳統 真的 那我想問你平常有得罪製作單位嗎 為什麼他們 今天一件破掉的羽毛 這件羽毛破掉了耶 破... 這衣服裡面已經有大... 還是... 剛剛以為你們就是台達利 台達利 德國的生日那個成年禮 真的太可怕了 我覺得太刺激了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好聊聊聊 各國的成年禮 還有呢 成年之後呢 如果沒有做什麼 會很丟臉的事情呢 好的 好的 好 好 剛剛我們一個是 德國的成年禮 雜雞蛋 那其他各國有什麼樣 不一樣的成年禮呢 有沒有雜錢的 緬甸 但是男女不一樣 男生18歲 女生20歲 然後緬甸是佛教國家 然後就是男生要成年之前 他們就會把自己打扮成 水晶男孩 水晶 對 然後就是打扮得花枝招展 漂漂亮亮的 然後會辦這個活動三天三夜 然後在這個活動三天三夜 就會把頭髮剃光 然後口紅什麼亮晶晶的衣服 都穿在身上 水晶是因為水晶晶嗎 不是 不是 不對 然後就是亮亮的 越亮的東西 越好粉紅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期間 三天三夜這個期間 水晶男孩是 不能落地 不能落地 踩到地板不行 不能踩到地板 就是去到哪裡 就是有人扛著這樣子 然後這個三天三夜 這個活動之後就會穿 加沙就是 和尚穿 和尚穿的 對 然後就進寺廟 然後看個人要進七天 還是幾個月 還是幾年 出來之後 你就是真正的 完整的一個男人 喔 可是 像我們女生也有 但是我們是緬甸是 男尊女卑 所以說女生的話 看父母心情 要不要給你辦大學畢業 因為我們一年 我們不像台灣一樣有 國小 國中 高中 我們就是 一年級到十年級 十年級結束 的話直接考大學 然後四年大學結束之後 就是二十歲 然後像這個就是 爸爸就把牛車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後讓女兒 好風光 坐著去拿畢業證書 太拉同了 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完整的成年了 哇 大牛 就是看女生就是有些父母 就是沒有辦的話就沒辦 你二十歲就成年就成年 可能因為重男幾女的關係 對 因為緬甸男生這個習俗 跟泰國有點像 泰國也是佛教國家嘛 那泰國他們是一定都要出家當 去就出家過 然後他們出家的原因 我那時候問我朋友 他們是說 有點像是 回饋或是還願的意思 所以他們出家 代表有點像是回饋給國家 報效國家 或是對父母 父母去一些敬孝的意思 或是一些 反正一些 你會看到他們很多那種 爆紅的泰國明星 在爆紅那個當下 然後選擇出家 對 對 但是出家時間就不會太長 可能15天之類的 就可以還俗 但對他們來說就是 因為我達到了某個成就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 我要出家去完成一件事情 然後這樣出來之後 大家才會承認你 OK 你是個男人 代表說我有承擔了 我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家庭 對 我做個社會責任 對 我有擔當了 對 我有擔當了 尊男人 好 好 我不知道那個 大家知不知道 日本有成人節 對 每一年 1月 第二 星期一是成人節 這是那個政府 國家就指定的一個 假日 然後呢 那個成人節的時候呢 那做什麼呢 就是每個地方的那個市 地方政府 他們主辦一個成人市 然後呢 主辦 然後要幹嘛呢 那是他們是邀請是 今年當那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然後給一個市長就出來 然後他們就給祝福 祝福祠 對 然後有鬼賓也有來 然後就什麼二十歲的那個 參加者的代表也有參加 重點是大家參加的時候 都穿 和服 對 尤其是女生就穿這個 這樣的和服 真的 但是這個和服是一般的和服 不太一樣的 這個叫做 所以跟一般的夫婦哪裡不一樣呢 是 就他們的那個袖子 就比較長 比較長 這個比較長的和服 就是那個很特別的日子的時候才會穿的 對 然後呢 南山穿的是什麼呢 南山穿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 他叫武士服 日本的 褲 那就寫 蛤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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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上面的那個 上衣跟那個什麼裙裝 是分開的一個和服的一種 對 所以呢 成人市的時候 它叫做 對 尤其是呢 對女生來講 因為平常就沒有機會穿那個和服了 所以呢 他們特別精心準備 所以這個是跟那個中藥隊來講呢 跟那個 那個婚禮一樣 然後呢 比較特別的是 那個 千葉市的一個 普 普安市的 他們的成人市比較特別 大家知不知道 聽到千葉市 千葉市的普安市有什麼 大家知道嗎 迪士尼 對 沒錯 迪士尼 所以呢 普安市的那個市政府 迪士尼 女生都比較了解 兩個女生 沒錯 女生比較了解 對 所以呢 普安市的那個市政府 他們在迪士尼 那個成人市 好可愛的 在迪士尼租建一個場所 然後就主辦那個迪士尼 然後就 迪士尼啊 還有 Micky 他們也參加那個 成人市 對 很有意義 然後呢 一起可以參加 也可以看那個迪士尼的秀 是 那其實我覺得 剛才他介紹的其實都很 很漂亮 然後都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 儀式 但是 講到非洲的 當然我們南非文化是非常多元嘛 多元文化 所以每個種族都不太一樣 那 比較特殊的我覺得是 就是黑人他們的種族 他們也會分不同的 不同的 那在這方面其實有一個比較可怕的儀式 他是會 他是叫做 是我們講的那個歌包 對 歌禮 歌禮 歌禮就是 就是歌包的意思 歌禮嗎 成年才弄 對 那他除了歌禮以後 他還要出去 可能就是在 求生 一段時間 然後他才可以回來 求生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野外求生 對...可能就自己在野外 然後 說把他歌完 然後丟到野外求生這樣 對... 但是 假如沒有歌的男生 他就會被叫 男孩 對...男孩 男孩 這就是 柯賽文的那個 意思 對...他就會被叫男孩 那他稱為男孩 他其實就不能參加一些 部落的一些 成年人才 對...成年的一些意思 所以這一方面其實就蠻殘的 那...當然這個風險是很大 然後每一年其實都會有人去世 這個...這個還算... 這個可怕 但是我覺得 更可怕的其實是... 還有更可怕 對...還有更可怕 在其他非洲國家 對... 連女生也會有隔離 有一個電影 有一個電影就是這樣 對... 他們就是會去割 然後其實有時候 就像我們說 也不知道那種大醫院 然後不是先給你 一些什麼消毒之類 它是... 可能用什麼簡單的 玻璃碎片啊 鐵片啊 然後就很... 好痛喔 對...很野的方式 而且我可以... 這個很可怕 可是我之前有讀過 一個關於這個東西 他們說他們會隔離女生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覺得女生的 就是做愛的那個慾望太高 對... 所以他們需要長低 意識她的那個慾望 沒錯 這就是她的原因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 當然有很多 像我們這種國家 都聽到這種東西 又覺得太殘忍了 又很可怕 然後就是會慢慢鼓勵 希望就是很多 在抗議這件事情 希望他們就是 可以把這解除掉 所以她是用那些器具 把女生的... 就是這種... 可能外面的... 生殖器的... 對... 然後她就只能... 她就只能... 就是上廁所 然後有... 就讓她想到說 只要... 只要碰到這個地方 就很痛的感覺 就在降低她... 應該是... 然後可能就是她結婚後 她就可以再... 多複增長 對... 因為那個... 成年裡真的... 非洲除了這個割離之外 還有一個讓我也覺得 匪夷所思的 就是... 啊... 你知道嗎 女生他們發育了之後 會越來越大 對... 他們就把她拿... 燒熱的木頭或什麼 去燙她的胸部 耶... 然後燙... 可能有的誇張一點 一天要燙個兩次 然後就把它纏出來 因為他們希望... 就是女生的這個... 性徵不要太明顯 會吸引男性犯罪 或是怎麼樣 這是其中一個 那關於割離呢 在傳統部落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上次有講到的 那個... 他們也是有這樣子的割離 而且... 我看那個... 其實... 真的是很恐怖 那個... 就是拿那個刮舞刀片 一片...小小一片那種... 對... 然後就幾個男人把它壓著 就直接割了 沒有麻藥... 沒有麻藥... 而且那些部落... 你知道他們的部落 因為往深山裡面去 有非常多的... 那時候我們本來要去的 比如說素人部落 還有一些... 比較外圍的巷人部落 他們每個部落的習俗都不一樣 那你知道到那個內陸去啊 其實都要至少... 就是... 你坐飛機都要兩三個小時才會到 然後... 他們都是當地直接解決 直接割 然後... 有一個傳說啦 是割下來還要叫他自己吃掉 那這個... 這個我不能證實 這個選擇 這個是... 當地的保游獎 因為那個部落真的太多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部落很妙 它不是割下面 它是割身體 哪裡 有一個... 有一個叫Chamberley的部落 他們是... 因為他們平常會狩獵鱷魚 吃鱷魚 所以他們會在身上... 在成年裡的時候 在你身上開始拿刀片 或是鱷魚的鱷片 割一割 它會開始割 一直割... 讓你身上的那個傷口 像鱷魚的鱷片一樣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成人身上就是滿滿的 象徵勇敢 很多的疤痕 類似 就是他們就是... 人要比鱷魚兇 之類的 而且那個割完了之後 還要給他塗泥疤什麼的 好可怕 那個會戲劇高啦 他真的會戲劇感 沒有啊 不過其實我必須說有很多聯合國的人 他們就知道這個情況 然後他們就很想要就是... 改善 就改善 可是他們覺得很難 因為平常這個部落會有一個... 一個就是一個... 像長老一樣 代表的一個人 對 一個代表者 然後他們就會跟這個人聊天 然後那個代表就說 沒有啊 現在我會變好啊 可是以後我就不會 對... 然後就很難...很難改 因為他們的文化 對 因為他們的文化 對 好恐怖 寶寶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是深呼一下氣 然後聽他們這樣 太恐怖了 那真的是在中國呢 就是... 非常的和平 非常的正經 也不是像這樣 讀歌又幹嘛的 是 然後我們也是... 在中國是18歲 就是表示他成年了 但我們成年剛好是18歲 然後這個階段就是... 會遇到恐怖的高考 哦 是 所以因為高考在中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的... 人生轉折的一個大點 所以我們就是... 中國就是非常的重視學生 基本上成年禮 基本上就是在學校裡進行 由家長戴著 然後送鮮花 像這樣子過一個成年 就像叫成人文 一定會有... 每一個學校一定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跨過去就好 但是我們是紅色 對 因為中國就是紅色代表著吉祥 就是讓你一路輝煌 一路紅通通的 一路長紅 能夠通過這樣子 那他們有錢 他們就會辦那種大的派對 也會送錢 那像我的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給他的女兒 因為他只有一個寶貝女兒 因為... 真是像公主一樣 他是給送他女兒什麼 鮮花、鑽戒、明牌包包 就是更有錢的可能是送車或者是 因為他可以考駕照 送房子 送房都可以 為什麼這樣子 他說他告訴他的女兒 因為18歲成人了 他說我要你記住 第一個鮮花是包包、明牌、鑽戒 是爸爸媽媽給你 爸爸媽媽可以給你的 所以希望你以後就是談戀愛 不要因為男生一點點的小恩小惠 甜言蜜語就感動了 真的 這是來保護...保護那個女生 保護女兒 對... 就像很多爸爸都會在女兒小的時候 就先親他 就說 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這是我給你的 對...還有更搞笑的是 我懂... 像有的家庭... 很懂...很有感受 這邊有一位董哥 對...很有感覺 像有的家庭就是比較就是... 有一點... 因為高考其實是很緊張 會讓他放鬆 但是還是要給他一個驚喜 一個驚喜 然後就會覺得 長大了會送個蛋糕給他 結果送到蛋糕 都是一些高考的素食物 這壓力好帥喔 對... 然後好像什麼皺紋喔 對... 都是這種 你看... 這個蛋糕上面可以寫這麼多字 對... 這就是技術 這個差不多人民幣要兩、三百 這是數... 那麼貴... 對... 因為... 因為這工真的很難耶 對... 你看它上面也會有寫十八歲啦 這樣子 這是會有特定的限量的這樣子 還有是家長就是... 因為你十八歲了 會送一個... 中國人民那個... 民法寶典 為什麼送這個 這裡面會有解答 就是你有... 你現在十八歲了 所以你... 今後你做的任何事情 你要負法律、責任 你有什麼責任 有什麼權利 對... 所以我覺得... 個人認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因為有的時候你可能是... 因為太寵壞了 或者你不懂法 對... 因為你成人了 是... 包括你簽一個字 你都要為他負責任 對不對 這個叫做人生說明書啊 對... 對... 壓力好大喔 我覺得壓力好大喔 我這個成人力一結束 我就要面對高考 還有這一份 對... 只是那個... 只是當下 因為這種儀式過了 他馬上就繼續學習 念書 對... 因為等待還有兩個月高考 所以... 很辛苦 在中國是一本正經的 不是像這種... 好的... 玩樂這種 對... 我們越南人也是18歲 算是成年 那... 在越南 我們有50幾種少數民族嘛 對... 那每一個少數民族 他們都會有不同的... 文化嘛 文化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他們的成年力 比較特別的是 男生會坐在一個很高的祭壇上面 坐個... 差不多兩到三天 對... 坐在這裡兩到三天 小人怎麼辦 尿尿怎麼在 吃東西... 對... 就是... 就會... 還是會有一些親戚好友啊 在尊庄裡面的人 在這邊舉辦活動 可能在下面跳舞啊 唱歌啊 拜拜啊 然後... 也會遞東西給他們吃啊 這跟裡面那個不落地很像啊 對... 有一點點像 就是他們會坐在上面 然後幫他們拜拜 就是做一個成年裡的拜拜 或者是會有一些人 會在這邊唱歌啊 就去... 對... 幫他們舉辦一些 這樣子的特別活動 那有一些家庭 他們可能從好幾年前 就開始準備這個東西 因為可能不是每一個家庭 他們的經濟狀況那麼好 所以他們就要先提早準備 存錢啊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在這個成年裡 要花很多錢 要去買雞啊 買豬啊 買一些祭典的東西拜拜 然後給部落裡面的人吃嘛 對... 那如果他們沒有搬過這個東西的話 也不算是成年 然後也... 對... 對... 三天耶 三天耶 腳都麻了 對... 我發現那種就是國外 有很多那種少數民族 都還蠻多那種很特別的成年裡 那我之前就有看過 就是在電視上面有一個叫... 應該是印度 然後它是一個 也是算是少數民族 它叫貝蒂雅族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這個成年裡 我真的下風太特別了 因為你知道他們就是女生 是給女生的 他們會有個成年裡嘛 那你知道他們成年裡要幹嘛嗎 他們要去體驗一次就是性工作 對... 我那時候... 找性工作 對... 就是你成年裡 就是你要去體驗一次性 這一件事情 對... 他們就是會等到他們成年的那一天 然後他們就會穿得非常漂亮的衣服 在那個路上 就是街上 然後就是展現他們就是自己漂亮的一面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可能男生 還是就是男性 就會...就是會邀他們去... 就是... 算是我們講好聽一點是體驗 但是就是可能因為他們成年 因為就是剛好是他們的真操嘛 就是最好賣錢的時候 對... 因為它這個傳統已經是從很久以前 就是流傳下來的 對...所以他們就一定要在成年的時候 就是去體驗一次性工作 哇...這大開眼鏡 這女生看了之後覺得... 哇賽... 大開眼鏡 你爸爸接受 我們從來沒想過的事情 對... 太可怕了 這我們有女兒的體驗好難度 對... 對啊... 很可怕 好... 好... 在巴西... 你孟18歲的時候你才是強年 可是我們女生特別會注意到的是 15歲 因為15歲對我們來說就代表說 我們已經不是小朋友 我們變成了... 就是... 對... 所以為了慶祝這個... 就是她變成女人的這個東西 我們會排一個很大的一個派對 對...然後... 就一定像... 就是婚禮一樣 就是要很大 然後要親很多人啊 然後我這邊有一些照片 可以給你們看看 就是大家都要穿得比較真心 這個是妳嗎 對啊...很不一樣吧 哇... 十真一歲 沒錯 所以是穿很像是禮服 對對對... 我們要穿一些比較漂亮的衣服 然後就是... 所有的男生就要穿西裝啊 這樣這樣 對...然後媽媽也是這樣 對... 然後我們也會... 這時候是15歲 對...15歲... 15歲大概來了幾個人啊 嗯...就... 蠻多的 要看邀請多少 可是可能... 200多個人 200多個人啊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再說 他會起一個很大的一個派對 我覺得20個就有派對 一定是要外面租場地吧 對...要在外面 所以妳一定不在妳家做 甚至那一天就是 所有人會叫我們是... 明媛 明媛 對... 所以那一天就是妳等... 明媛 就是...對... 因為那個天國了之後 妳就已經不是小朋友 所以會有DJ啊... 會有很多東西 對... 好...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有另外一個習慣 是我們很習慣 就是我們需要... 跳花兒子 在那一天 對... 所以就是... 因為明媛 她會需要跟她的爸爸 就是跳花兒子 然後她也需要找一個男性的 一個對象跟她跳花兒子 那...那時候就要看女生 有沒有男朋友 如果你沒有的話 有一些女生 她們可能很喜歡一個明信啊 或者是一個小歌手之類的 如果她們的家人夠有錢的話 她們就會... 跟那個明信過來 跟她跳花兒子 真的嗎 對... 那我全都去找姚敬騰跟我跳支舞 太豪華了 對...會有這個習慣 對...甚至... 我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影片 但我是明媛的時候 我有跳的時候 對...可以給大家看看 來看一下 有明星來嗎 對... 對... 這是我跟我爸爸 對... 對... 然後這是跟爸爸結束 然後... 妳知道爸爸 男朋友就會來 找人男朋友嗎 對... 真的男朋友嗎 真的結婚啊 這是很像結婚啊 誰先日喔 對... 誰啊 十五歲 然後你就帶男朋友來現場 你會有什麼感情 生氣 我女兒三十歲 我都生氣了 對... 太早了 可是還有... 剛剛走出來最後一個 那是妳的男朋友喔 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對... 可是你們覺得這個很豪華 可以再豪華 可以再豪華一點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有另外一個傳統是 就是你當明媛的時候 你需要受到一個 鑽石的戒指 鑽戒耶 對... 十五歲鑽戒耶 然後其實我今天有帶 那個是妳十五歲當中 對... 鑽石的一個戒指 好亮喔 對... 需要受到... 巴西是不是非常有趣 對... 不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受到 就是... 不是所有的... 就是... 如果妳的家人可以的話 他們就會送給妳 如果不行的話就不行 那... 那妳們結婚的時候不是專結 對... 我們不是... 對... 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們是用環金 對... 普通的環金... 哇... 哇... 你們成年禮真的是羅馬父母耶 好不一樣喔 真的啊... 對啊... 我們聽完巴西華麗的成年禮之後 來聽點一樣巴西但可怕的喔 好啊... 好啊... 我知道在巴西的亞馬遜雨林裡面 有一個部落 他們的男生成年禮的話 就是要戴上... 這個... 子彈椅的手套 喔... 子彈椅是什麼 子彈椅是... 對... 就是雨林裡面特殊很大隻 然後聽說一隻就好 他咬下去的那個疼痛度 就跟妳被子彈打到一樣 一隻 但這個手套裡面大概有上百隻 然後... 你要戴上這個手套 然後跟著部落的長老還有大家一起跳舞 大概十分鐘以上 這過程中 你不能叫... 不能哭... 不能暈倒 你要撐過去 所以那個手套是到手這裡 還是是整個手臂啊 大概到... 大概到這 哇... 整個泡進去 小手臂這邊啦 對...然後... 他們是去... 他們會去抓... 抓這個子彈椅 然後... 泡在一個... 有點... 就是有點麻醉的一個液體裡面 然後子彈椅就昏了嘛 然後... 就把這個子彈椅一隻一隻的... 他們還活著喔 用夾的方式 把它夾在... 就是這個手套上面 有點編織的狀態 然後他就跑不掉了嘛 但是他的頭 就會完全對著你手的位置 喔... 然後等他醒來之後 你就戴上去 他就一直扎... 然後你就... 超級痛... 因為我看那個影片 那個人已經快要... 快要昏倒了 已經有點像是... 茫的那種狀態 ㄎㄧㄤ掉的狀態 但你就要撐過去 你才代表說你是一個... 成年的戰士 但... 這是有來由的 就是以前他們這個部落 一個... 一個戰士啦 那時候被敵方追殺 結果他在追殺過程中 不小心掉到了... 那個子彈椅的巢穴裡面 是... 但... 他為了不被發現 他一直被咬 但他那段期間 他都沒有發出聲音 所以... 他逃過了 那逃過之後 他就率領他的部落 反殺回去 然後這就成為他們的一個傳統 那... 我剛剛在外面跟布哥聊啊 布哥被咬過 你被子彈咬過 不是... 其實不是子彈椅啦 但是我是... 確實是有捅過螞蟻窩 然後那種椅是... 他真的很誇張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去送他 也是為了拍攝啊 製作他會叫你去弄對不對 對啊 他們真的不是 澳洲... 澳洲有一種... 碧綠色的螞蟻 他們會... 土著會把它拿來吃 然後他就去找了一片葉子 這樣打開 然後就在這裡面 你就這樣抓 然後在手上戳一戳就吃 你知道那個螞蟻 看到你在攻擊牠的巢穴的時候 牠就全部爬到你身上 然後... 還被爬進褲襠裡面咬蛋蛋 你知道嗎 可是他碰到就是已經... 對 但...沒有 他應該是沒有指帶你那麼... 感覺好像撞球的感覺 就是... 整個人就是髒話都飆出來這樣子 好痛喔 好可怕喔 好 那因為大家成年之後 就可以做一些 以前不能做的事情 成年之後做了什麼 你覺得... 超棒... 超大膽的事情呢 請我打 超大膽的事情 可以講了 那可以說 太直白了吧 對啊 太直白了 好直接 所以你在18歲那一天 對... 就是為了當成年呢 我就... 該不做的事情 就做 好... 對... 因為呢 日本... 其實我18歲的時候 跟那個一個沒有那麼喜歡的女生 就交往 然後就破除 所以你是為了要過處 所以硬跟牠在一起 對...沒錯 對... 因為呢 日本有一個... 一個觀念 如果呢... 你... 到20歲的時候 還沒有做那個新經驗的話 那... 可能是被視為那個人 就... 人格有問題 或是甚至是... 就... 還小了 對... 很留戀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有這個單字 叫做... 雅拉哈達 這個雅拉哈達是什麼意思呢 雅拉是沒有做 雅拉是沒有做 雅拉是20歲 所以你知道 沒有做過的20歲 特別的一個名字 特別的名字 雅拉哈達 雅拉哈達 那個人比我還厲害 雅拉啊 因為我很想... 雅拉啊 雅拉耶 等一下說... 你也破除後 你還跟牠在一起嗎 分手了 當然是... 所以就... 雅拉哈達 好啊 你們很有禮貌哦 太渣了 我們剛開場的雞蛋還有沒有 太渣了啦 不要誤會喔 雅拉哈達 女生也一樣喔 女生也會這樣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喜歡你啦 對 對 所以他也是急著倒 又急著倒 那雙贏 雙贏 雙贏 好 好 好 我們 我先說好了 我很愛動物 我是很愛動物的人 但是之前 我應該說在做這個成年禮 有一種最有儀式感的時候 是把一隻動物的頭砍掉的時候 是打獵吧 不是打獵 我慢慢描述 那基本上就是我去參加一個活動 我那時候在18到19歲的時候 準備要到美國讀大學 就是有一段期間 那時候就想說就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他是一年度的 那我們就是在有一段時間 他是會把男生跟女生分開 然後男生就會去 算是像野營啊 然後去戶外 就是會去玩這種很野 而且假如這個在台灣的話 就是一定都是要什麼 穿什麼一堆的東西 我們就超野 我們是直接這樣出去 我們是穿兩條褲 對 還要穿防彈衣 我們就很想要MAN 被打到就這樣子 我們就覺得 所以後面那個是你對不對 這是我的 左邊 左邊的男生 還滿帥的耶 這樣很痛耶 對啊 那就是就感覺很 就很MAN 真的很MAN 所以我們有這種不同的活動 然後也有 好強啊 哇 他身材很好耶 這一次 這一次就重點怎麼辦 18歲 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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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以前 18歲 對啊 寶寶喜歡嗎 好帥喔 我們就是都可以 因為就只有男生嘛 所以我們都會就很MAN 就是野外啊 然後連錄影什麼什麼 就都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那個男生 然後他們就給我們一根那個火柴 然後一個橘子 然後一個香腸吧 然後就說 就出去 就過夜 然後我們就是要自己去 找火 然後來去烤香腸 然後吃東西 香腸是沒熟的 沒熟的啊 對啊 就是要靠火種好的 他要你煮熟才能吃啊 對啊對啊 所以就 反正就是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有一晚比較 精彩就是我們 要抓那個雞 那他就是會 所以他們會抓 我們每個人可能就是 三到四個人會分一隻雞 那活的嘛 那你抓那個活劑以後 你就是要處理 從頭到尾 所以他從活到他 你可以吃的 超難的 拔毛啊去內障 對對對 所以第一 這個這個這個 來啊 好這個第一就是要先這樣嘛 要先給他 所以我們就是把他的 他的頭 切斷 對 最後烤了後再吃 就覺得 你便吃便哭 沒有沒有沒有 就覺得就變成好像一個男人 好像可以 像到早期的那種打電 就是我 我好像可以為我家庭提供食物 所以我就覺得 就成為真男人 對就真男人 而且在好吃的時候 就沒有想到一隻雞 對 就五個小時前 是都忘了 我感覺 就是在成年裡 對男人的壓力好大喔 就是你們做的東西 就是都好可怕 對啊 你壓力很大 你這好像比較輕鬆欸 我覺得男孩要成為男人中間的那條線 非常重要 對不對 我們要承擔很多東西 我們要做很多東西 在最快的時候做決定 不然我們會餓肚子 對啊 就沒有辦法保護家人 對啊 所以那也是一個勇氣的挑戰 展現 對對對 好 哥 我就是成年之後 其實我做過最瘋狂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時候 其實已經在這個圈子裡工作 然後那時候也 暫時離開外景節目的這個主持工作 然後有一段時間 是因為你覺得受夠了嗎 對 不是啦 沒有啦 我熱愛工作 不是我熱愛工作 但是呢 那段時間呢 剛好就是感情啊 還有一些其他工作的壓力 讓我覺得很煩躁 想休息 我想休息 然後我就直接打了一通電話 給經紀人說 我明天要出國 先不要排工作了 哇 你太突然了吧 超突然 我跟你講我當天先打電話 很棒耶 我當天就是先打電話 給 給 那個 算是駐台辦事處的人說 明天可以辦簽證嘛 然後呢 我隔一天的晚上 我就直接飛菲律賓 然後我就 對 我就直接在菲律賓住了一個月 你是經紀人 我一定會找殺手去殺手 太突然了啦 我就都不接 前幾天都不接 我都不接啊 我都不接電話 而且我是自己一個人租房子 住在那裡 為什麼那時候 在那邊認識的朋友 都是菲律賓人 喔 對我就是自己一個人放棄 好酷喔 好酷喔 我覺得這樣很上耶 沒有人認識你的地方 之類的 就是找個地方放空 然後當然 我也是要挑一個 覺得很舒服的地方 所以我就去了一個 叫長灘島的地方 好開心喔 好酷喔 好酷喔 對啊 這個感覺怪怪的耶 想說飛在那邊講 長灘島 好開心喔 就在那邊這樣子一個月 你看我還去學潛水 還去學風箏衝浪 然後每天就可以 早上起床就是沙灘那邊走 然後就開始去上課 自己想做什麼 就去學什麼 但你覺得你那個時候 你覺得你人生得到了什麼 在那個月裡面 我跟你講我得到的就是 哇 我每天都在海邊玩 16公斤 那我也把家裡丟下 然後出去 然後我整個人的心態 感覺就是 原本就是可能 當時的一些內心的一些糾結 壓抑的事情 我完全都拋開了 然後就整個人 感覺就不一樣了 有時候 有段時間 比如說剛從印度回來 又去尼泊爾 然後回來又去一些什麼 其他的南亞國家 半夜醒過來 又去哪裡這樣子 真的 對啊 會覺得很害怕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聽說過曾經有一集 布哥在開場的時候 講成上一個國家 真的 我一直講錯啊 對 一直講錯國家 然後一直卡 我在孟加拉的印度街 那條街上都是印度人 你從那開場講了好幾次 就一直講說 我現在來到印度 我現在是孟加拉 什麼的什麼的 會搞不好 真的會 真的 找到自己很重要 然後因為我覺得各國 對於成年之後 該做什麼有不太一樣的想法 因為像之前 就大家在那邊討論的時候 我就說 對 我現在還住家裡 對 而且我都會 讓媽媽幫我洗衣服 換床單 然後媽媽煮飯給我吃 大家就說 蛤 你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 絲絲還很用力的 就是羞辱我一邊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那天到底他們怎麼樣 跟我在那邊聊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還住在家裡之外呢 我衣服都是我媽媽幫我洗 幸福 我們會覺得酸女 然後我這輩子 也沒有煮過飯 我媽媽都會煮 幸福 這樣也會加不出去的 而且我媽媽還會幫我換床單 我也會 我媽也會 妳媽也會 很正常吧 對啊 你們幹嘛 不正常 她們很愛我啊 不是 沒有沒有 可是女生應該算正常 不管是男生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女生更不正常 對啊 你這樣子是生病的 就是 為什麼她還沒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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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還沒結婚絕對是嫁不出去 你才嫁不出去 乾脆 哇 嗆飯 超認真 嗆喔 可是我是覺得很OK啊 我40歲還住在家裡 不正常嗎 住在家裡 但是還要媽媽伺候這些 我沒有主動要求 是我媽媽很想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因為 其實我有想搬出去住 然後我大時候有跟我媽說 我媽就說 為什麼妳要出去 是妳在家裡不開心嗎 我有情緒的時候 其實讓妳覺得壓力很大 情緒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沒有啊 我就想說 妳媽在講 妳更不敢說 所以是媽媽想救 對 然後因為其實這幾年 這一年來 我有自己洗衣服 很棒 因為我媽 因為我媽每天都要曬衣服 我真的覺得她手很痠 所以我有一次她幫我曬衣服 我說妳不要再幫我洗衣服了 她還心不甘情不願 才說好吧 這樣子 小妮克 好 第一個想說是 我聽到莎莎40歲 我有點 驚訝 驚訝 嚇到的 但是沒有 我聽到妳還住在家裡 我也是有點緊訝 因為 我想一下怎麼講 沒關係 不用說 那其實是鋼鐵 因為就是 在德國 就是剛成年 剛18歲 我們大家都很記得 就是搬出去 去一個別的地方 年朔之類的 所以 如果我們聽到一個 一個人 這個年紀 就是34歲還住在家裡 我們可能覺得 可能有一個小問題 也許這個人買不起 或是沒有工作 可以就是 自己搬出去啊 或是他自己 沒辦法生活嗎 或是怎麼樣 還是需要考父母 但是就是 我們剛才聽到 不是這樣子 是因為妳媽不讓妳走 對不對 而且我念高中的時候 我多想要離開台北 然後我就是考了 就是一個 比較遠 然後我媽就打電話 到台北每一間學校去問 最後問到一間 是可以的 在離開附近的 淡水而已 所以我就在家裡附近念 我媽想鎖住我 不是國師啊 像在中國這種狀況 其實只限於現在 因為什麼 因為像我們都是成年的時候 就是基本上 就是18歲高考結束 那你在18歲高考結束的那個時候 你還會繼續讀大學 或是什麼 還是要讀書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因為現在條件都是一家一個 因為雙方父母家庭都有一個 如果妳搬出去 那父母親條件好的 可能會給妳準備一個 房子啊 對 房子 她就是會幫妳付一個頭期款 對 頭期款 然後妳就可以自己 開始往裡面付也可以 或者是妳考到大學了 妳才可以搬出去 是 莎莎變了 莎莎現在把她媽的房子買回來了 不是 謝謝妹妹 謝謝妹妹 她媽跟她住了 沒有 40歲 40歲有點那個 因為我覺得是 因為在台灣可能是寸土寸金 然後可能家裡一個寶貝 或者就是 在跟著父母住 或者同時照顧到父母家 結果妳是 父母親照顧到妳 對啊 他們媽媽有存在感 對 對 有些會這樣 但我覺得 因為大家可能有 都會覺得 就是以前那種西方人 可能成年之後 都一定都會搬出去 但是現在 因為我就是有 就是歐美那邊的國家的朋友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現在就是還有成年之後 搬出去住嗎 他們說 沒有 我現在可以 能賴在家裡 就賴在家裡 他說他們死都不想搬出去 因為現在那個 他們的那個物價 跟那個房租 現在在美國那邊 都變得超級貴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盡量能不搬 就不搬 因為他如果出去外面住的話 就會花非常多錢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之前大家都有關 就是可能西方人就是可能成年後 就一定要搬出去 他們就是一定都會 但現在我覺得都已經沒有了 年代也不太一樣 對 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 但我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們在成年之後 如果譬如說買車啊 買房子啊 你們會問爸媽的意見嗎 重要的時候的決定 對 當然不會 因為我覺得在中國 中國的女生還是比較自律 然後我覺得這種現象 台灣特別嚴重 這根本就是媽寶嘛 哪有 真的嗎 我自己本身就是 因為當初我嫁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的先生是台灣人 那我那個時候 他是做生意在廈門 然後他要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說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就問他 他說 好 我要打電話問一下我爸媽 我就在想 這是我們兩個個人感情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問你爸媽 然後結果他打過去 那我就在等他的消息 打過去 然後他的爸媽又打回來說 你給我12天時間 結果是拿我的生成罰字去算 對 然後我就覺得哇天啊 那我跟我父母親 我不是 我就覺得我們是很獨立了 如果你是沒有在讀書了 工作上 學習上 什麼任何事情都是要靠你自己 因為我們是比較自立 然後就是後來我們感情不是很好 後來我們離婚的時候 然後他也是 他也是問他爸爸 然後也是去買那個 離婚書嘛 也是要爸爸 做得你爸爸幫寫下來 真的假的 真的 這是我 我可能是個人經理 但是我覺得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台灣型態 我是三個月之後我才跟我媽媽說 我說我已經 自己做了一個決定 自己做了一個決定 對 然後我也是很自立 我就搬出去自己一個人住這樣子 然後看你過得也很好 就沒有在多問 對 對 我爸媽就說 只要你開心就好 越南的父母也是會影響小孩 但是是未成年之前 成年之後他們基本上 不太會干涉小孩的事情 對啊 像我那時候高中畢業 那時候越南的社會風氣 跟中國一樣 就是一定要考考啊 什麼考 考好之後還會 家裡會請客啊 哇 對 但是我那個時候 高中畢業之後 我就告訴我爸媽說 我不要去考大學 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因為我所有身邊的同學都 都去考大學 去考大學 然後去讀書什麼 但我是跟他們說 我要花一年的時間去探索人生 哇 對 我就說 跟亞尼克一樣 對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去河內 因為我才18歲之前 都沒有離開過我的那個家鄉 所以我說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所以我爸媽也是很同意 然後給我錢去住房子 在外面住房子 我自己找打工的工作 然後決定 一年之後我就決定來到台灣 對 那時候就 後來我就聽說很多越南 現在的越南年輕人都這樣 他們就沒有馬上考大學 就先看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對 那像我 譬如說我現在要買土地什麼 我也不會 你現在已經在買土地了 我們只是買房子而已 因為南土地很便宜 但是我也不太會問我媽的意見 除非是我需要請她幫忙看 對 就是幫忙看一下 如果她比較了解那個區域的話 問她 對 她基本上不會說 你不能買還是什麼 不會幫你決定要或不要 我都自己決定 基本上你想是能夠自己處理好的話 你之後處理自己 爸爸媽媽就會放心了 對 對不對 因為台灣好像高中畢業就想說 我還去擋頭髮 因為有靶子 會想到這個 然後不會想到那些我以後要幹嘛 對 沒錯 我覺得這樣反而是蠻好的 會自己的未來著想 雅雅今天聊得真的非常多的成年禮 真的是刮目相看 對啊 有些好驚悚喔 OK 接下來分享謝謝 謝謝 我們休息都歡迎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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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喜歡我們的話 幫我們按讚 訂閱 還有開啟小叮噹 拜拜 好